祖团逛圣经 看景品味历史 讲究的是个情怀 有的地方 这年终奖就有点简单直接了 最近在江西省鹰潭市渝江县邓家村的一处空地上 732位村民都纷纷赶来领年终奖 大伙脸上都是喜气洋洋的 什么喜事呢 咱们去看看 熊枣发7902元 金春水9658元 邓小辉7014元 竹西邓家村理事长邓岳进一个个念着名字 大伙依序上前签字摁手印 领上一塌红票子带回家 心里美滋滋的 而这份喜悦与村口的一栋正在营业的大楼有着密切的联系 大家投资建的房现在已经出租出去了 然后我们现在每年都有分红 对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改造非常好的 据了解 竹西邓家村共有186户732人 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加快 村子被列入城市规划区内属于典型的城中村 2019年 村里鼓励村民把空置的老旧房屋等房产退出 全村共无偿退出院套80余宗 钢棚17个微旧房 厨房70余间 拆除面积1.8万平方米 按照一户一宅的政策 村民退出的宅基地全部归集体 那么怎样壮大村集体经济 村民又怎样增收致富呢 大家商议成立村集体经济合作社 全村176户732人 每人出资1万到2万元 作为股金发放股权证 以村民入股的方式将世纪阳光大道旁 1万平方米的闲置土地 建设两幢五层商业楼 用于租赁 发展餐饮 住宿等产业 租金用于村民分红 2021年 村集体通过土地入市 盘活退出的闲置宅基地 供获租金63万元 全体股权持有人 每年可按入股比例享受分红 平均每户分红3300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